最近这段时间绝对是演唱会市场空前繁荣的时期 尤其是那些能够勾起不少人青春回忆的歌手 也就是不少年轻人眼中的过气歌手 他们的演唱会就更繁荣了 基本上就是一票难求 外加演唱会当天全场大合唱 而在这些自身歌手里 我们却迟迟未看到一个人的深意 他明明有十分广大的歌迷群体 观众缘几好都会亲切的称呼他为小哥 歌曲传唱度也很高 可他却没有顺应歌坛的潮流 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这位歌手就是小哥费玉清 当我们开始探究这背后的真相时 才猛然发现他在四年前就举办了告别演唱会 自此之后他便在娱乐圈消失了 没人知道他到底身在何处 每天都在做什么事 直到近日有网友偶遇了费玉清的哥哥张飞 从张飞的嘴里 我们才得知了他最近的生活状态 原来费玉清已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他隐姓埋名 不再是费玉清 而是张艳婷 每天就是种菜做运动 打扫房间 并没有可让人震惊的事发生 这也就意味着 如今马上就要68岁的费玉清 还是孤身一人 他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尽管看上去有些悲凉 但我们真的没必要替他担忧 因为但凡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只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 现在的他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大道 大家都会亲切的称呼费玉清为小哥 但鲜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 起因就是他曾跟哥哥张飞 主持过一党名为龙兄虎弟的节目 由于张飞在台湾综艺界的地位 他被誉为综艺大哥大 所以在该节目上 大家都会称呼他为飞哥 而费玉清也是业界前辈 也应该称呼为哥 但他的这个哥又要能凸显出 与哥哥张飞的长幼关系 于是小哥一次便诞生了 而且沿用之际 费玉清也一直很符合歌迷心中 对小哥二字的设想 因为他一直都温柔待人 谦虚有理 不过虽说小哥这个昵称是因哥哥张飞而起的 张飞又在台湾娱乐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费玉清能踏入娱乐圈 也是靠哥哥张飞 事实上费玉清和张飞能够在娱乐圈发展 全都仰仗一个人的提携 那就是他们的姐姐费真灵 有人肯定会疑惑 为何他们三个是亲姐弟 却两个姓费 一个姓张呢 其实费玉清和姐姐本身也姓张 1955年7月17日 费玉清出生在台湾台北市的一户普通人家 他原名叫张燕亭 他有一个年长他四岁的姐姐 名叫张燕琼 也就是后来的费真灵 还有一个年长他三岁多的哥哥 名叫张燕明 也就是后来的张飞 所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是这三姐弟的一名 而他们之所以全都踏入娱乐圈发展 是天赋使然 也是命运安排 由于父母在他们年幼时就离了婚 家境也日渐萧条 费玉清的姐姐就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 由于擅长表演和唱歌 张燕琼16岁就开始闯荡演艺圈 当起了临时演员 之后他又开始在各大饭店当初唱歌手 名气就在歌唱界给传开了 19岁时 他还得到了与海山唱片签约的机会 也是从那时起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叫费真灵的一名 灵感来自电影《万事佳人》里女主演的名字 费真灵在娱乐圈站稳脚跟后 他便开始想办法帮梁的弟弟 他知道费玉清擅长唱歌 就推荐费玉清参加新队新歌唱比赛 结果还真的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随后费玉清也开启了珠唱生活 但一直到去扶兵一前夕 他的歌唱生涯也一点起色也没有 好在姐姐一直惦记着他的发展 1977年 费真灵将费玉清推荐了知名音乐人刘家昌 刘家昌一听他的嗓音 就立即与之签约 他也给自己取了一个一名 还延续了姐姐一名也姓菲 费玉清便应运而生 而他的哥哥也不乐他的后尘 也来到娱乐圈发展 张飞便是哥哥张燕明给自己取的一名 本来他们一门三姐最初都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 但他们三个一开始走的路线就不一样 大姐费真灵是以艳出名 二哥张飞则是擅长西洋情歌 而费玉清就更不同了 她喜欢独唱抒情的忠实情歌 而且演唱时必须身着一套西装 事实证明 他们这三姐弟也就只有费玉清更适合走歌手这条路 毕竟只有她一个人坚持走下去了 还红了这么多年 而费真灵和张飞呢 则是一个出家 一个专心做起了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而费玉清之所以在歌手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 除了得益于天籁般的嗓音之外 这背后其实还藏着一段被世人所称颂的爱情故事 1977年 在刘家昌的保驾护航下 费玉清出道及巅峰 她柔情似水的演唱方式 深得琼瑶的赏识 她自此变成了琼瑶影视作品里的御用演唱者 凭借这个身份 再加上多首传唱度极高的影视金曲 费玉清一夜爆红 而那时她风度翩翩的打扮 也深受女歌迷的追捧 也是从这世起 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就此展开 在费玉清走红后不久 一天她和往常一样来到一家饭店参加演出 那天台下的粉丝还和往常一样疯狂 对着她是一片欢呼 她也没有预感这天会有什么不同 奇料 这天她演唱完刚回到后台 就有一个疯狂的女粉丝闯入了后台 非要跟费玉清合照一张见状 费玉清自然马上答应了 而这个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费玉清日后的女朋友安景千惠 她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 她和费玉清的缘分远不知此 一年后 他们还在日本相遇了 安景千惠本来就是费玉清的革谜 她自然是对费玉清清暮已久 而费玉清在与她深入交流之后 也发现他们爱好相似 有很多共同语言 所以相识没多久后 他们便谈起了恋爱 可惜这段看似天造地设的恋爱 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安景千惠并非等闲之辈 她出身名门 她未来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 而费玉清的家世 显然不能满足她家的要求 不过看待女儿是自由恋爱 而且疯狂迷恋费玉清的份上 安景家降低了对女婿的要求 1981年 费玉清满怀欣喜地来到日本 见安景千惠的父母 那时她和安景千惠已经订婚了 但没曾想 即便订婚 她和安景千惠的故事 也未必会迎来圆满的结局 安景家倒是同意她去安景千惠 但前提是她必须入赘日本 而且还要彻底放弃自己的歌唱实业 将来有孩子 也必须随母亲信 仅仅是前面半句 她就完全不能接受 费玉清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 她热爱自己的祖国 根本不可能入赘日本 她若是答应 她就感觉自己成了叛徒 因此 即便她委屈求全后 能够跟一生挚爱安景千惠幸福的生活 她最后还是拒绝了 安景千惠只能陪着她回到了台湾 而这也是他们分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 当时费玉清也想让安景千惠留下来 她对安景千惠说 这句话是不是有些耳熟 没错 2006年周杰伦发行的新专辑 依然范特希里 就有一首名叫千里之外的歌曲 歌中那句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就像极了费玉清对安景千惠说的话 说来也巧 千里之外就是周杰伦与费玉清合唱的 据说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就是费玉清与安景千惠 七美的爱情故事 听了这首歌 我们也该猜到费玉清与安景千惠的结局了 安景千惠并没有留下来 而是独自回到了日本 她跟费玉清的爱情故事 就这样因为原则问题 一个为了家庭 一个为了祖国 从而被破坏上了句号 经此一事 费玉清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她很难再投入一段新感情了 于是 她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歌唱事业上 而这时 刘文正在台湾歌坛的名气 已经盖过她了 她必须奋起直追才行 好在她的歌唱实力还在 她每年都会推出新传记 而且还演唱了不少影视金曲 1986年 随着电视剧《一简梅》 引起收视狂潮 费玉清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一简梅》 也火遍了大街小巷 而那时刘文正还恰好转作幕后 因此 费玉清再次成为台湾人气最高的歌手之一 在这之后 费玉清还成了多期发展的艺人 别看她演唱时总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 就以为她这个人很腼腆 其实她这个人很放得开 很会开玩笑 也特别会在节目上开车 凭着这个特长 1993年 她和哥哥张飞开始连妹主持节目 那当名震台湾综艺界的节目 龙兄虎弟就诞生了 也是在这个节目上 我们看到了费玉清的另一面 她可以在节目上搞怪跳舞 也能毫无顾忌的模仿别的明星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她还经常在节目上开一些 大人才能听的玩笑 她巫妖王的外号也因此得出 但她的歌迷并没有建议 她在节目上的形象 与唱歌时的形象差距太大 反倒很喜欢她的这种反差感 甚至娱乐圈还有一个公认的结论 那就是明星里只有费玉清 开车不会被骂 原因很简单 因为她真的印证了一句话 一个人有多不正经 就有多深情 费玉清对安景千惠便是如此 跟安景千惠分手后 她就没有再爱上别的人 哪怕与她分手后 安景千惠在日本 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还有了自己的子女 她的生活里 也没有出现别的女主角 就凭这份深情 外界就不可能怀疑费玉清的人品 反而觉得她是一个 可以把工作和生活 分得很开的人 而费玉清的林霞自人品 还体现在她对待亲姐姐的态度上 1986年 就在费玉清凭一姐妹大火的时候 费真凌突然退圈 而且还出家了 在这之后 她便沿用法号横竖 但她这个出家人 可远超我们的想象 2000年 她不仅重返娱乐圈 在各种综艺节目上 说着有为出家人的大尺度言语 而且她私下的生活也很奢迷 她身上的袈裟价值百万台币 平日里她还带着名表和各类昂贵的珠宝 甚至还会开着各种豪车出行 虽说这种有为常理的出家人形象 让费真凌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度 她再次成了名人 还有不少节目要她参加 但也正因此 让她被不少图谋不轨的人给盯上了 不少人为了跟费真凌一样 过上奢迷的生活 就成了她的信徒 而她确实出手阔绰 会带着这些信徒们去购物 还会带他们去迪士尼 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场所放松 而费真凌自己也特别会挥霍 她平日里没烧毒 这些种种就导致她总是入不敷出 全靠两个弟弟来接济 这其中费玉清就是她背后最大的警主 她总是毫无怨言的 为姐姐支付着各种账单 在她看来姐姐对自己有恩 她必须要还 可久而久之 费真凌无节之的生活就越发严重 她甚至还得女信徒当起了担保人 其料她认为的好心 却给自己带来了四千万的债务 这一次 费玉清和哥哥张飞 都决定不再纵容姐姐 他们都决定不再帮姐姐偿还 可是费真凌见此情景却失控了 2020年 她在媒体面前大谈对两个弟弟的失望 针对张飞曾向外透露的 她和费玉清已经前前后后帮费真凌还了两个亿 费真凌笑称 确实还了两个亿 一个十亿 一个回亿 而针对此事 费玉清从未出面解释过 她只是一如既往的 每月给姐姐打五万元的生活费 即便姐姐不领她的亲 而那时费玉清一直不露面 倒不是因为她无言见姐姐和媒体 而是她于2019年11月7日 开完告别演唱会 就正式丰卖并退圈了 她那时是不可能出现在镜头前的 好在费真凌的这笔债务最终解决了 她和两个弟弟也重归于好 尽管据她所说是一个神秘富豪 帮她解决了债务问题 但不少人都觉得 这个神秘富豪就是费玉清 因为费玉清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长情的人 据说她每年都会去日本待上一周 她为的就是缅怀一下 曾经失去的那段挚爱 而在多年后 她和安景千惠确实又见面了 可惜安景千惠是带着孩子 来看她的演唱会而已 他们还再次合照了一张 或许她一直留在歌坛发展 也是为了让心爱之人永远能看到她 这样的费玉清 自然愿意帮姐姐还债 哪怕这依旧不是最后一次 至于她为何退圈 也是长情所致 随着父母的相继离世 费玉清的心情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 2010年母亲去世后 她照旧每次开演唱会都给母亲留个座 而2017年父亲也离开后 她彻底绷不住了 她经常触景深情 情绪无法恢复平静 在她看来 她是时候回归平淡的生活了 这样她的心情才能恢复平静 于是 2019年开完演唱会之后 她便彻底消失了 要不是张飞的爆料 我们完全不知道她如今过得怎样 而从张飞的言语里 我们也能感觉到 费玉清现在已经重新做回了张艳婷 她不再是歌手费玉清 娱乐圈的事已经与她无关了 费玉清这样的心境 显然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大道 她完全可以遗忘过往的繁华和名利 重走平凡之路 试问有多少明星可以做到 这样的她足以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眼看68岁的费玉清 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世俗的一些规则和框架 自然无法影响她 所以我们不要再为她至今还不结婚 也没孩子而担忧了 她肯定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